我们刚刚准备出门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我们之前在日本亚马逊买的一个地方锅 然后开箱给你们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是从日本Amazon寄过来的 然后有一个小老虎的头像 说明我买的是虎牌店饭包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的亚马逊上买东西 然后一个说明书 然后里面不是这样的 一个盛饭的勺子 然后还有小杯子 我讨厌这个声音 然后我们买的是白色的 它的主体就是这个样子 稍微大的那么一点点 因为其实我们是想买一个很小的 就适合两个人煮饭吃的那种小一点的电饭包 它可能它的内胆会更小一点吧 果然它的内胆会小很多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装米的杯子还是装水的杯子 那刚刚那个是什么 反正可能一个是装水一个是装米的吧 反正有两个这样的小杯子 等我再研究一下 然后里面是一个这样的内胆 这个颜色我觉得不是很白 它有点偏灰色的感觉 不是那种纯白的颜色 然后它这个电饭包的盖子 就是加了一个阻尼的设计 就是可以让它缓缓的升起 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设计 就是它这个电线这里 它是可以缩进去的 就是我很讨厌电线漏在外面 就是乱七八糟的样子 它这个就是可以自己收缩自如 我就很喜欢这个设计 但它有一个设计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送的这个盛饭的勺子 就感觉质量很好 但是它没有地方插 就是不知道应该插在哪里 然后它这里也是可以拆下来的 应该是可以清洗吧 我们之前就是想买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电饭包的时候 其实是纠结了很久的 想说是买虎牌的这个 还是买小米的那一款纯白色 因为真的很好看 然后又很科技感的感觉 但是因为小米在这边卖的价格 跟国内实在价格差太多了 我们就觉得很不划算 所以最后还是买了虎牌这一个 而且在日本的亚马逊买 就价格会便宜很多 我们买的这个是220美金 加40美金的运费 大概一共就是260美金 但如果你在美国的亚马逊买的话 就是它价格总是在浮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不明 就是有的时候是300多 有的时候400多 有的时候还卖500多 就是这个价格浮动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想说 在这个日本亚马逊买 大概一周好像就到了 也没有说很慢 之前那个tracking number 上面写的是两三天就可以到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疫情期间的原因 所以deliver就是晚了一点 但是anyway还是蛮快就收到的 然后我们以后就可以用这个 电饭包煮饭了 我们之前一直用的是那个 就有点像instaport 但又不是instaport那个牌子 是美国本土的一个牌子 就是煮出来的都很一般般 但这个可能就会 煮出来的米会好吃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去拿我们的外卖 就是之前我老狗有讲过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吃上了那家三型的米其林 然后我们又订了这一家 等一下去拿 拿完这个我们就要去拿我们的肉松小贝 就是我好想吃好想吃 然后就是费尽千辛外苦 终于找到了 在湾区哪里可以买到那个肉松小贝 结果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做的这个肉松小贝 就是真的是很巧很巧 所以就是我昨天订了 然后今天就可以去拿了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们应该会去一下H Mart 然后买一点就家里面需要的食材 好啦 等一下见 感觉这家好多人在买 我们现在在排队 515元 515元 什么名字呢 谢谢 谢谢 这是什么 谢谢 为什么是珊瑚呢 他这个里面感觉还挺多东西的 嗯 好几盒 我们本来还想去打包一家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吃 应该是最喜欢吃的一家 chicken katsu的店 就吃那种鸡排咖喱的 但是我们刚刚看 他只有11点到2点才开门 所以我们就没有赶上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家吃 先吃饭 然后再去南湾那边 拿我的肉松小贝 好幸福 他给了一个介绍 就是怎么吃这些菜 顺序的一个小单子 然后估计这个是主菜吧 就是这个肉要切好了 然后包在这个菜里面 然后包上这个酱吃 然后还有这个是小前菜 就两个卷卷 这个race noodle和这个牛尾汤 是最后吃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甜点 就是这样 让我们吃炸肉吧 好像东北菜 就普通的 你看你在包点米饭在里面 而且菜有点苦 那没有 这就跟东北的蘸酱菜是一样的 对 就炖你的大骨头嘛 这个酱跟东北菜酱是一样的 哦 东北菜博大精神 那它这个汤炖的就奶白色 太可爱了 太烹饭了 我还想多逛一会儿呢 我们现在去拿我们的肉中小贝拉 然后他已经把那个小贝放在家门口 那个有一个专门放蛋糕的箱子里 是这个吗 应该是这个 是它猫粮吗 好可爱 走吧 哇 太可爱了 我现在就要吃 回家了 我刚刚在HMR买的东西都已经经过消毒 放在这里了 然后大概给你们讲一下 我的买了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每次都会在HMR买的那种五花肉 就可以用来烤肉 然后烤完肉之后还可以留一半做那个泡菜 五花肉炒饭 真的爆好吃 还买了两盒鸡腿肉 因为打算这周想做那个春川铁板鸡 还有我每次去HMR一定会买的这个鸡爪 一个腌好的五花肉 因为之前没有试过 想尝一下 然后酱料的话呢 我买了三盒这个酱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大米糖酱 因为之前我看想做那个辣炒鱿鱿的那个菜谱 需要这个糖酱 所以就买了一个超可爱的年糕 轻轻形状的这种好可爱 然后还买了两盒这个小美的黑糖珍珠鲜奶雪糕 之前买过那个义美的 但是我就觉得 就感觉小美的会好吃一点 就不知道差在哪里 但是小美的这一款会比那个义美的贵 价格会贵一点 然后还买了几盒午餐肉 就是我们一直吃的都是这个牌子 但是每次我们都要买这个light版的 因为它就会少盐少脂肪 然后少卡路里 是正常版本的一个真的太咸了 我们有点接触不了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黑豆跟黑石麻 混合的一个饮品 因为我想做那个泥石流咖啡 所以就是要有这个黑石麻 这个东西才行 还买了一个这个Yaki Soba 图片太幼稳了 就突然很想吃 然后就买了一个 买了两个洋乐多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韩国辣椒粉 但是我觉得这个罐装的很方便 所以买了一个这个大罐子 但是我们这次就是去逛黑石麻 逛的很不爽 因为就是我们去的比较晚嘛 大概7点40左右去的 然后到8点关门嘛 但是我以为说就是关门之前 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一直在里面逛逛 然后买好你所需要的东西 结果不是这样的 就是快8点的时候 我就看那个保安 把所有的冷冻柜全都这样 就是用布拉起来这样 但是就是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买 就是我难得去南湾一次 就家里离这个HMR比较远 但是就是完全没有逛够 好吧 anyway还是买到一些东西的 有我最爱的鸡爪 还有五花肉还有一些东西 那先这样 拜拜 哈喽大家 今天是周六 外面天气超级好 先做一下天气预报 我们等一下要先出门拿一下蛋糕 是我上周定的一个 爆浆肉松蛋糕 因为正好下午有两个朋友 来家里面玩嘛 就想着说可以大家一起吃 就不要我一个人长胖 我现在就在去打蛋糕的路上快到了 然后我突然就是想起来我们上次 订的那个班的那个餐厅 我们本来以为它是三型的 就是拿到的时候不是 因为当时它那个带子上写的是三 王万嘛 因为主厨的名字也不叫那个嘛 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 其实这家餐厅是本来这个主厨 就是要在summer的时候 新开了一家就是韩国餐厅 但是就因为疫情可能没有开起来 然后现在就做成了像这种外卖性似的 后来我朋友之前吃过发图片给我看 我发现人家吃的是分子料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乌龙事件吧 不过价格确实不贵 所以应该也不太可能是吃到三星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吃的那个感觉 也挺一般的 就也没有说很经验吧 就普通 对 它因为是无接触的 所以就放在了后备箱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拿到了它 刚刚在车上发现外面那个湖 变得太美了 所以我们刚刚停跑车 准备去湖边那边玩一下 走一下 散一下步 哦 太舒服了 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突发奇想 就想说明天全野餐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去日本超市 买一点明天野餐吃的小东西 小零食之类的 我们现在在门口排队 他们都消毒好了这个小车车 哇 现在买点喝的 买哪个 我想喝上次喝那个 哦 这个 这个超好喝 哦 我还想喝这个 白桃 面摆了吗 面摆了 我们太饿了 刚刚在车上打开 就是很脆 然后还很香 还有点咸咸的 嗯 这个咖啡没有喝过 但是想试一下看好不好喝 然后买了个这个 这个太可爱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喝 我就真的是看它包装买的 这个是我之前喝过的 soreberry milk 超好喝这个 然后明天拿去野餐喝 还买了明天要吃的寿司 还有土豆沙拉 还有一个小便当 然后买了一个午后红茶 还有这个伊藤圆的茶 这个是放在家里面平时喝 这个是章鱼小丸子 这个之前我有吃过 就是也没有很惊艳 但确实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做着吃的那种 然后买了这个拉面 这个我也没有吃过 但是就是很想吃日本拉面 所以买了这个打算试一下看好不好吃 有没有特别好吃 就可以在家里面做那种日本拉面 可以推荐给我 我真的好想吃拉面啊 然后买了这个天赋螺虾 这个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用空气炸锅炸就可以了 然后买了一盒牛肉 打算做寿洗锅 买了一个这个抹茶蛋糕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小小的千层蛋糕 是香草味的 然后还买了一盒泡芙 其实我不太爱吃甜的零食 但是大头就很爱吃甜的零食 一般这种甜的零食都他买 我一般买那种咸的辣的零食 都是我承包的 甜的零食是他承包的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Nijia Market自己出的一个 这个味噌锅的锅底 毛豆叉烧 听起来组合很奇怪 因为我一般吃的都是什么猪肉叉烧啊 还有这个炸鸡 这个炸鸡很好吃 就像我们在日本拉面店里面 点的那种 一小碟一小碟那种炸鸡 还有刚刚说的这个零食超好吃 但就是卡路里有点高 他一小碟可能要40卡 但是他真的很香 还买了一盒秋葵 这叫什么东西来的 叫木鱼花是吗 然后还买了一包这个 它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了 就可以放在章鱼小碗子上面方便 然后还买了这个 我之前就是在Vlog里面有提过的超好喝的这个白桃果汁 它里面就是果肉 真的是有果肉的那种超甜超好喝 就满满的桃子的味道 哎 这个零食一看就不是我买的 这个是我买的这个超好吃 是我最喜欢吃的 日本零食 还有一个这个零食 你看就不是我买的 然后买了这个昆布煮汤用 不是我买的 然后这个泡面真的超好吃 就要买日本版 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蓝色海鲜味的 然后它还有这种咖喱味 还有一个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我没有吃过 可以试一下 这是什么味道 哦 这个是original的 限购三盒 所以我们就买了三盒 一般我们平时会买很多这个蓝色的放在家里面 我的天哪还是挺丰盛的 我的面前全都是吃的 哇 感觉好满足啊 这么多吃的摆在这里 然后打算下午做一点 明天野餐要用的饭团 是之前我一个好朋友教我做的 他说很简单 我看他做的时候我觉得好复杂 但是我打算今天下午的时候自己尝试一下 然后等一下先蒸一锅饭 然后再来准备明天野餐要吃的饭团 做饭团的材料就准备好了 一定要用这个teriyaki的这个午餐肉 你看它上面都画好了 这个是专门用来做饭团的那个午餐肉 然后海苔还有鸡蛋 等一下做一个鸡蛋饼 然后这两个是就是一些芝麻混合物 就是在超市可以买到 放在饭里面搅拌一下 就用来做饭团用的 白米47分钟 我打算做两种饭团 一种就是 像这个包装上的这个午餐肉饭团 然后一种是想做 就是那种圆圆的 很可爱的那种小饭团 开始 这个午餐肉它一定要切成这种形状的 先来煎一点午餐肉 这个午餐肉真的很好吃 甜甜咸咸的 就是那种teriyaki的味道 再来煎蛋饼 然后来切这个鸡蛋丝 我真的是第一次煎鸡蛋饼 真的好神奇 就是用刚刚煎午餐肉的余温 然后它就突然变成了这样的一张蛋饼 然后这是刚刚切好的鸡蛋丝 还有这个煎好的午餐肉 还要等一下卷起来这个小海苔 然后现在等这个饭做好就可以弄了 好可爱哦 啊你饿了啊那你拿去吃吧 噔噔做完了 刚刚被吃掉了一个还剩四个 把他做五个的 然后还有六个小球球 太可爱了 好简单啊其实 这是我朋友强迫我给他做的一个四百次咖啡 强迫强迫听见了吗 满满都是爱呢 感觉应该上面这个有点不太够 这个感觉是失败了不是高级 我尽力了亲爱的你喝吧 我的妈呀 好看啊 我觉得很一般 我觉得你一等他沉一下 你看 他正拿着我做的四百次咖啡进行照片创作 失败的四百次咖啡 没有你看放一会儿了之后他就变得梗厚厚 厚厚 这个是刀等下切的 这是什么肉松小贝啊 不是啊这是肉松爆浆蛋糕 这是你做的吗 对啊我做的 没爆出来 他好像本来就不爆爆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爆浆 大家不要争不要抢哦 平时一块 怎么样 哇你好吃哦 还有咖啡真的好吃吗 好绝了 眼前都迷你了 真的好迷你了 为什么我是在用刀吃啊 我好烦啊 哎 我还是说小贝比这个好吃点那种 是吗 嗯 我的镜头盖在里面里 味道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出门去拿我们的外卖了 我好烦哦 我都进不了你的气 你还一个长得高的朋友 这个感觉看起来挺高的 就是这一家我们以前经常来吃 然后现在这门口全都是人在这排队 这么多的方便 这个太多了 好吧 好吧 厨师都下班了 这个应该是我妈拍菜是吧 嗯 我的天 哇塞我们的外卖 太饿了 哇这个无你家偷肉简直了 你吃我 真的是太喜欢吃了 嗯 嗯 嗯 比金泥好看一点 不是吧 已经10点多了 这几个人还在我家看电视 现在是11点多 然后我刚刚送完他们 然后还有一个味的包裹 打算拆一下 让我来看看 我都忘记我买了什么了 好久之前买的了 才送到 哦这个包子 这个包子是我吃过所有包当中 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青菜香菇包 就这个五亭包子真的很好吃 这个是三丁包 但我没有吃过 想试一下 哦 这个是熟面 这个北美拉面王 哇 看起来很不错 想做炸酱面吃了 然后还买了这个白油肠 想炒花菜的时候放一点 干豆腐 想做干豆腐尖椒或者是 鱼香肉丝包在干豆腐里面吃 怎么这么多葱呀我的天 感觉再也不用买葱了 这个是一包小排 这个排骨很方便 而且很容易切 可以煲汤啊 然后做红烧排骨 糖醋排骨都可以 我之前有做过糖醋排骨很棒 这个看起来有点恶心 但是它是那个韩国的牛仔骨 就是用来烤肉用的 然后这个是羊肉片羊腿片 用来煮火锅 或者是炒自然羊肉 买了这个炸猪排 哇塞它是没有五块 我以为是一块呢 那也太划算了吧 这一包才十几块钱美金 这个是鸡脆骨 就是空气炸锅里面炸就很好吃 但是要先提前腌制一下 哦这个好像是牛腩 就想做那个 哦瑶柱牛腩 这个好像是腌的那个猪肉片 就是用来烤肉吃的 好了就这么多 哦都在这里了 又是一堆 感觉冰箱都快放不下了 那今天先这样晚安 嘿大家今天是周日 然后昨天我们不是说今天想去野餐吗 后来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天气 因为我发现天气特别不好 所以有点担心 但是还好 今天早起来的时候 发现外面阳光明没送 我们还是决定去野餐 其实也不是那种 就是美大大的野餐了 就是我带点吃的 然后在湖边玩一下这样 然后但是出门之前呢 我先开个箱 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一箱Nike的 然后它刚刚寄到的 还有一箱优衣库的东西 但是寄到以前我住的地方去了 就是我明天可能还要去南湾那边拿一下 先去拿我的包裹 等一下再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也猜都带了什么东西 今天有一个Nike这个小logo 就可以穿在西装里面 正好把这个小logo露出 这件也是中间是带这个天logo 因为它这两件是款式有点不一样的 这件是有点松松垮垮 然后是短袖的款式 然后另外这一款 它这种我们袖子是这个样子 就像蝙蝠袖 我觉得这可能穿上会显肩宽吧 所以我应该会把这件退掉 就是这款AF1嘛 这个鞋子我感觉就是以前高中 风靡高中的一款鞋子 就大家都很想买很想穿这个鞋子 然后现在感觉又流行回来了 这很好看 我等一下出门就想穿这一双 看到感觉现在很多博主也都在 就是拿这双鞋子来搭牛仔裤啊 还有搭一些直筒裤 裤腿裤就都有穿这双鞋子 这个鞋子太好看了 然后我刚刚上升了这件短袖 哇塞真的太舒服了 买它我的天哪好舒服啊 就是这个胸前能露一个这个小小的logo出来 但是我感觉这一件比我之前看其他博主穿那件考诀 好像不是一个款式 但是我觉得这件真的超舒服 就也可以用来做内搭 就也挺好看的 然后刚刚那件外套 我觉得这一件就是你要完全的把拉链拉到上面 才能凸显它这个设计嘛 然后我觉得它这样单穿就已经很酷了 就可以出去凹造型了 然后还有一件荧光黄的 是这样的 好大一件啊我的天 下面还有两个gogo 这件的质感就是稍微厚一点吧 但它就是很宽松的这种感觉 但拿它很高腰 就是它的腰大概会到这里 就会露一点点小肚子出来 就如果你的裤子再穿的矮一点的话 可能会露一点肚子出来这样 还挺好看的 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好看一点 主要夏天穿这个颜色感觉很有活力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里这个小logo的设计 好啦就这些 然后我们现在差不多准备 收拾一下就出门 我们准备的食物都在这里了 然后这一袋就是冷藏的食物 就些水啊面包啊然后泡芙水果还有饮料 还有水之类的 然后这一包就是装的昨天买的零食 这个是我的最爱 然后这一包是我们的熟食 就是我昨天做的饭团超可爱 然后还有便当还有炸鸡 还有章鱼小丸子什么的 然后我们准备铺在地上的毯子 还有等一下遮羊的帽子 我们刚已经把我们的吃的都摆出来了 非常的丰盛 但是我感觉我们根本吃不完 这是我刚刚戴上我的小车羊帽 她的眼镜上是太阳能充电版的 比较会被炸掉 我们这个角度看到的可以有数 大点钟之前进去 就带她关门之前进去 不会说了 一直逛一直逛 然后买到 然后怎么办 我不会说了 不知道 就是嘴瓢